你好Gigi 回來了 大家都很掛念你 多謝大家 我也很掛念大家 但我沒想到我今天第一天回來做幾個表演 因為我可以有這麼多人 所以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今天來之前有沒有預計到現場會有這麼多人 沒想過 我要先知道場地的時候就有工作人員拍照給我 然後我就大概知道場地是這樣 但那時候也不是說好多 之後我一進來的時候 我震驚了 而且他每一層都會有人站在那裡看 你有沒有看 上面那整個都站滿了 整啊 很多人啊 是 說到這次真的回來了就要拍這個節目這麼久 我覺得Gigi好像不同了很多 不同了嗎 譬如好像看到現場有這麼多之前的粉絲 你很多跟他們互動的情況出現 你覺得是否因為這個節目令到你有改善了 你的方面 我覺得是 可能因為每個節目 這個節目每次的集數 最後都有個大學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在那裡吸取了一些經驗 不過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很久都沒有見到他們 所以希望會有個互動 就是那時候在香港跟大家有個互動 然後 因為去了內地 那時候就沒有得跟大家互動 就跟內地的粉絲們互動 所以這次回來了 也都希望剛好分了三個部分 我又剛好唱過三首歌 就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有個唱歌的交流 嗯 其實你覺得這次在這個節目上 你會不會都有很大的得著 譬如對表演那方面 都有一些很新的想法 當然有 除了你是拿經驗 還有知道很多不同 就是你之前沒有學過的東西之外 還有我覺得是 學習到各位老師他們對工作的認真 對一些人生的態度 嗯 今晚就會播出還是 聲聲不息的最後一集 嗯 我知道你演講前 是不是應該就是今晚這一集會播出 是 你之前就說到 哭了又忍著 你會不會今晚在這裡坐定 看電視看自己的表演 我會 我想我不會哭的 我是一個堅強的人 是 你覺得自己講成怎樣 那個演講前 嗯 我覺得 不是說好 一定會可以 做 就是做得更加更加更加好 是 但是 千萬不要講過 就是無論是唱歌 或者是做任何一件事都好 你不可能每次都做到 100分給大家看 那大家就很少跟你一起進步 或者陪你一起走過去 是 所以 這一句話一直都在我的心上 沒錯 嗯 還有呢 我記得你說過 你說你在一個慶功宴上 你做了一個大舉動 還記得 記得 但是你沒有告訴大家 這個大舉動是什麽來的 究竟 還不說給你們聽 還不說給你們聽 關於什麽的 關於什麽的 關於大家 關於大家 嗯 就是講完會令大家哭 做完會令大家感動 還是什麽的 因人而言 給多些貼紙可以嗎 嗯 只可以說 Yeah 回到香港 我知道你們 之後也要出席一些頒獎禮 譬如接下來的金服獎 你又找到這個新人 講真 有沒有信心可以拿獎 我覺得任何事都要有些信心 但是信心就千萬不能說過了 所以 我會加油 加油 還有既然大家 都這麼鼓勵我 我會盡力 拿回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嗯 嗯 我知道你之前呢 都特別在你網上 自己出了一篇長文 說很多謝很多很多的人 我知道今天 學生亦都專門來支持你 亦都支持你 亦都支持你 亦都多謝曾先生 其實有沒有些什麽說 真的現在對著鏡頭 再想跟他們說多次 這樣 大家 辛苦了 因為 雖然說是我自己一個人 但是其實背後 需要很多東西 支持才可以去做到 所以我很多謝 每一個幫助過我的人 亦都很感恩 就算 未幫過我的人 或者不幫助我的人 都好 我也是非常之想多謝他們 因為他們 並沒有說 影響到我 所以 還有反而是幫助了我 所以我是非常之想多謝他們 還有 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去做 就說一定做不好的事 所以是非常之多謝我的幕後 幫了那個XX的人 曾先生其實有沒有在這個過程裡面 都不停有 支持你 鼓勵你 有 他會私信我 然後鼓勵我做很多事情 還有有時候 我也會跟他分享一些趣事 還有 他會 鼓勵我 還有 令到我沒有太緊張 他會說什麽 他說 JG 他錄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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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聽到他的聲音 你就會覺得非常之歡樂 是 還有是一個非常之有正能量的感覺 你繼續扮回剛才他那個腔 去說他講的話 對 他說 JG 聽人說你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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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加油 好啊 好啊 我就是說這麽多 是嗎 那你記得要聽他說 就是要繼續加油 好嗎 好 加油 謝謝 好